哈囉各位球友們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我們要來看的是 雙打防守的時候 中間的球路到底該是由誰來防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跟隊友搶過中間的球導致 敲框拍子斷裂的經驗 在我剛開始打羽球的時候 出去外面比賽的時候 倒是這樣子跟球友 敲斷了好幾次拍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藉由影片來看一下 中間的球該由誰來處理會比較好 還有一些雙打戰術的應用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James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球 松山起了一顆高球 這裡可以看到是防守的基本平行站位 起的高球是偏向左半的區域 所以他們的整體防守站位是靠左邊 松山這時候的防守區域 是靠近邊線的那一側跟近身球的那一側 而自田千陽站在斜線 所以他必須要防守的區域範圍會比較大 中間的球也是交給斜對角的人來處理 直線的人只要防守好邊線跟近身球即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松山挑了一顆大對角 那情況就會整個顛倒過來 他們的站位整個靠右邊走 防守的區域也整個相反過來 變成自田千陽守直線 自田守了兩顆直線之後 這一顆中間球的位置就由松山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來通整一下 如果你回球是直線的話 你只要顧好你的近身球跟邊線的部分 如果你的回球是大對角的話 那你就是負責中間的部分跟斜線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當我們挑球是挑在對方的中間的時候 那該有誰來處理呢 答案是近身的那一方 或是反應速度比較快的那一方做處理 那這次除了看雙達的防守之外 我們再來看看幾個雙達的跑位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放短球後人要跟上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千陽放了一顆短球之後 人就跟上去接了一顆斜對角的短球 我們在外面打雙打的時候很常放短球之後就急著想要後退去殺球 這樣子很容易Lost掉前排的短球 再來這一顆 對方回了一顆高遠球 確定不是你打的時候你就要迅速的往前去做補位 而不是等到對方出手之後才往前補位 這樣子會永遠少的那一兩步 接著是球如果回的不好 人記得要躲 因為我實在在球場看過太多 球回的不好還用臉去接球的人 如果打到嘴巴打到額頭就算了 但是如果打到眼睛真的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在這邊我也附上一個標準躲球的姿勢的影片 看完以上影片希望各位球友們的球技都可以精進喔 球運長龍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免費訂閱還有按讚跟分享喔 謝謝